这就是熊孩子阿拉磊的日常 无聊的青蛙都能成为他的坐骑 看把千丁卫给吓了 一不小心可就要成为青蛙的盘中瘫了 刚刚才受了惊吓 很快千丁卫就迎来了惊喜 原来山吹老师非常的崇拜电影明星 这让千丁卫立刻有所决定 那就是他也要出演电影 成为明星 揍上人生巅峰 迎娶自己心中的女神 从此与山吹老师双复双七 说干就干 就这样 高智能摄影机诞生吧 只要通过这台设备拍摄出一部精彩的电影 一切都不再是梦想 可是千丁卫的美梦还没开始 就中了熊孩子的吊虎离山之际 摄影机转瞬之间就被穆绿倩盗走 由于启动她的是穆绿倩 摄影机就此认定她是导演 其他人一概无法再控制这台摄影机 就在千丁卫快要彻底崩溃时 穆绿倩却适宜这次她来做导演 让千丁卫来演主角 这一决定马上就把千丁卫给哄高兴 然而给到她的角色却是出演小红了 一个大男人演这角色 又让千丁卫破坊 穆绿倩只好祭出杀手锏 山吹老师很喜欢这个题材 想着这样能讨好心中的女神 千丁卫立刻就答应下巴 可是穆绿倩阴险的笑容 预示着这一切并没那么简单 在陆陆续续搞定了其他配角的人选后 电影的拍摄正式开始 在一处风景十分优美的地方 住着一位可爱的女孩小红 拍得可爱就连天上飞行的恐龙都能吓掉下来 没多久饰演小红帽爸爸妈妈的阿拉蕾和宝瓜就登场了 希望小红帽能够带些礼物去给她的外婆 这样外婆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可是见到礼物居然是脱打了后 千丁卫瞬间暴露 谁能收到这样的礼物还开心啊 想着自己现在饰演的是可爱的小红帽 千丁卫还是忍住怒火 继续电影的拍摄 与此同时 太郎和小熊大眼的大灰狼正准备去吃掉小红帽的外婆 然后再假扮外婆去扶起小红帽 不过这外婆却差点把太郎和小熊给吓过 这造型的外婆 能谁都吓不去嘴巴 随即太郎将小熊装扮成昆虫 打算借此把外婆引开就好 结果这却差点让小熊命丧当场 好在太郎随身带着麻料 这才成功救下小熊 很快小红帽就来到了外婆家 见到外婆的耳朵很大 太郎赶紧解释是因为想更好地听到小红帽的声音 那么为什么眼睛也很大 是为了更清晰地看到你 为什么嘴巴也很大呢 那是为了一口叫你吞下去 结果太郎和小熊见到这么有情的小红帽 瞬间差点把自己给吓死 就这样 小红帽追着求大灰狼吃掉自己 大灰狼却吓得只顾自己逃命 最终这部电影在学校上映 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只是直到这时 太郎和小熊都还在后怕 不过千丁卫的牺牲还是有所收获 山吹老师找到他所要签名 还热情地和千丁卫握手之意 这可把千丁卫高兴坏了 你有没有试过 半夜还在那里星期打闹不睡觉 做家长的跑来表示半夜不睡觉 会有吃人的恶魔出现 一口吃掉不睡觉的孩子 这下连阿拉雷都老实了 对此千丁卫非常满意自己的表现 不过很快他就被啪啪打脸 阿拉雷和宝瓜居然在往自己身上通过逃味料 好让恶魔吃得更香甜 第二天在学校里 木律倩对于恶魔吃小孩子 这是简直嗤之以鼻 这就是骗小孩子的谎话 其他小熊却非常想要得到恶魔的千年 然而这个世界上却真的有恶魔存在 这部尼克大王就率先领教了他的厉害 没多久宝瓜就发现了恶魔的存在 可是恶魔却对小屁还没兴趣 但是面对宝瓜的死肠浪胆 恶魔终于按耐不住心中的杀意 然后他就领教了宝瓜的厉害 等到阿拉雷和木律倩发现他们 恶魔马上就找到木律倩 开口就是一句你在等死了 他这里有一个天国两晚三日游的免费名字 这么晦气的话 弄得木律倩立马骑着车就逃离了现场 这下恶魔只好把目标锁定在阿拉雷上上 随即便把阿拉雷和宝瓜带到事先准备的标记里 准备一口气拿下双杀 结果小熊在别指有恶魔出现后 居然跑来死了千年 可是这小屁孩恶魔根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于是阿拉雷只好出手相助 就这样 小熊收获了一份非常特别的签名 接下来双杀计划继续 一看一万吨的铁球就这样稳稳地命中阿拉雷和宝瓜 眼看人头到手 恶魔非常满意自己的作恶多端 可是阿拉雷却一点事都没有 反而觉得这个游戏太好玩了 既然有这么有趣的游戏 小伙伴之间就该分享这种概念 这可差点要了恶魔的小命 还好恶魔绑住了自己的狗命 心情却十分不美丽 于是他又将魔爪伸向了路过的墓子 等他掏出武器想要行凶时 墓子却命令他帮忙削苹果 眼看自己连个小女孩都无法拿下 恶魔开始怀疑人生 正巧千兵卫路过 以为恶魔只是迷路的小孩 便好心地将他带回家里 阿拉雷一看又是那好玩的小子 马上就想带着他出去玩 却被千兵卫一共教训 小孩子怎么可以大晚上的外出了 看样子外面是去不了的 那么就在家里好好地做了多等待 随机恶魔就在千兵卫的食物里下了毒药 没想到山吹老师却爬来千兵卫家做客 这下一碗毒汤直接递到了山吹老师面前 眼看这一次恶魔就要得手 阿拉雷好奇地凑了过来 在得知汤里被恶魔下毒后 阿拉雷马上就被刺了恶魔 上去就将整碗汤倒进发坛里 眼前的这一幕直接把山吹老师给吓晕过去 恶魔件事情败路立马便逃走了 只是千兵卫经此一试 完全吓破了胆 这下再也没有人半夜编故事下小孩子睡觉 阿拉雷也和大家一样 有着无限遐想的童年 同样也期待着圣诞老人的降临 可是阿拉雷这天真无邪的愿望 却直接成为了木栗倩以及太郎的笑点 是一世界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 为此千兵卫表示一定要疯狂打脸他们 好奇就留到圣诞节揭晓吧 就这样随着圣诞节的到来 企鹅村里的居民们都开始盛装打扮自己 准备去参加企鹅村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 随着晚会的开始 这热闹的氛围顿时吸引了尼克大王的注意 作为外星人哪里见过人类这样的阵势 刚一露面还一脸猛逼的他 就被木栗倩印塞了一杯酒 并且是已过年过节的大家都会喝这个 结果一杯酒下肚 尼克大王直接原地起飞 活动结束后 沉睡中的千丁卫动觉哪里不对 原来宝瓜又跑他嘴里去睡觉了 面对宝瓜这样的习惯 千丁卫很是苦恼 现在唯一的圣诞愿望就是宝瓜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眼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千丁卫立刻换装上阵 开始扮演圣诞老人 而他准备的礼物则是自己的千临 第一个得到他礼物的人就是阿拉雷 可是这动静竟然吵醒了阿拉雷 那么不好意思 阿拉雷飞起就是一脚送千丁卫开启圣诞之旅 再来到慕立倩家里 千丁卫想着把自己的签名定在墙上汇动醒目 他却完全忽略了要保持安静 这样扰人清梦 慕立倩随即给千丁卫准备了一颗定时炸弹作为回礼 随后千丁卫来到尼克大王家里 想着尼克大王一直想要一架宇宙飞船回家 千丁卫也是好心地给他画了一个 紧接着千丁卫非常努力地给企鹅村里的每个人都留下了自己的签名 就在他心满意足准备回家时 却发现有人正在钻烟通 原来这位就是真正的圣诞老人 并且还是持正上岛的那种 这可把千丁卫高兴坏了 马上向他要了一个签名 盼着千丁卫这批颠批颠的样子 就知道这个签名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最后就是给最重要的人送上自己的圣诞领物了 结果千丁卫卫去做了多余的事 被山吹老师当作流氓 狠狠地送上五根手指意 而在他逃跑的过程中 刚好牧绿倩送的惊喜也到计时完毕 千丁卫也获得了一次自己终身难忘的圣诞节 第二天千丁卫就是流氓仪式传遍了企鹅村 山吹老师更是直接找上门来数落千丁卫 突然外面闹出很大的动静 原来是真正的圣诞老人也被当成了流氓 眼看他已经走投无路来 随机圣诞老人直接驾车起飞 直到这时 大家才等明白这家伙是真正的圣诞老人 只可惜 牧绿倩的惊喜也没有放过他 一个巨大的烟花是送给所有企鹅村居民的圣诞节礼物